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介绍一本有关经济方面的书 上个学期我们没有介绍任何一本经济方面的书 最主要是我自己没有找到一本觉得可以介绍给同学的 但是在前的学期我们介绍过两本 一本叫做《多少财富足》 另外一本叫做《食物的全球经济学》 这个就是说明今天讲经济好像不是那样的很狭窄的范围 这本书也是一样 这本书它涉及的面是比较广的 作者是一个英国人在牛津取得学士学位 然后他的硕士跟博士都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 他自己本身在英国的政府工作 在BBC担任一些相当重要的职务 他写过一些书来传达他的理念 我觉得这本书写得相当的好 我先把这本书 我的书后 写的书后给大家念一下 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人文社会的修养 主要用途是认识 今天展望明天 若能对于昨天有些了解 多少也有点帮助 日子一天天过去 没多久 我们就要跨入 与我们今天很不一样的明天了 而这种地球持续暖化 气候变得很不稳定 贫富的距离越来越大 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远 都是一步一步造成的 我们的未来将是气候异常 社会动荡 人人都在不安定 不和谐的日子中 过生活吗 也许这个看法太过悲观 那很好 但如果不幸而言重 那怎么办呢 我们总该未雨绸缪 好好认识今天 规划明天 这一方面的观察家 很多这一类的论著也不少 但这本被卖掉的未来 英文的书名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 The Economic of Enough 那么这个作者的翻译叫做 《刚刚好经济学》 那么这本书呢 我觉得很值得我们重视 我很赞同作者的论点与主张 也很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抽空一读 首先作者谈得很全面 谈生态 谈金融 更谈科技文化社会政府角色 可以看出格局很大 每个面相琢磨不多 但是耀言不凡 而且立足于当今学者的重要研究之上 可以说是持之有故 言之成礼 其次作者重视人们之间的信任 进而肯定道德的重要 真是从被误解的亚当使命 回到了谈道德情操的亚当使命 道德是社会生活的基础 人们心中不存有善念 这个社会可能分解 这是我主观的认定 看到作者对道德的重视 感到很高兴 好 我再念一段 但书最后的部分 也许是他很强调的重点 没有人能确定未来的经济 会如何发展 我希望本书能让大家看见问题 在同一个看问题的架构下 携手合作 虽然每个挑战都十分严峻 但放在一起检视 就会清楚看见 上一代经济发展的模式 已经失效了 未来也将无以为己 从整个的角度解释问题 就会发现 面对各种挑战 不管个人或社会的回应方式 都必须改变 问题是 以何种方式处理这些变化 才是最好的方式 不管是整个社会 还是关系紧密的团体 都会发生变化 但只有一起分析问题 才能改变 做出最有效的处置 衡量方面的问题最破浅 但各国为了气候变迁 而签署的哥本哈根议定书 却显示 即使我们已经充分 掌握暖化的证据 也很难达成政治共识 同样的 政治人物无法有效掌握金融业 现有的政治架构 也无法有效运作 使得政府 难以实施政策 主要的原因 政府的功能结构都过时了 或者说不再有效了 政治领袖已经体认到 我们必须改变 不过最需要改变的是 每个人的心态 我们必须承认未来的存在 并且承认个人的选择 会影响到他人 换言之 我们必须牢记自己对他人的责任 甚至包括尚未出生的未来世代 这样才能让道德留在我们当中 因为想让资本主义的果实 顺利转换成社会福利 就必须具备这样的道德素质 我想我念的这一段 大家大概可以知道 他这本书可能要谈的是什么 也大概可以知道 这个翻译者 他的一笔 是不是算得上流畅 我们读起来不觉得不舒服 好 关于这本书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讨论我们的作业之前 我先要谈一个我们第一个问题 我们上次见到他 什么时候见到他的呢 就是高贵相公 高贵相公说 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高贵相公他无法忍受的 他要把那个乱臣贼子给杀掉 所以他就不管别人的劝阻 他就带了刀带了人就冲出去 但是他四周围的人全是司马昭的人嘛 对不对 所以这些人就觉得这个皇帝怎么搞的 这个皇帝好像有一点发狂 所以不敢往前 这个时候有一个叫陈济的就问贾聪 我该怎么办 贾聪说司马昭仰你到今天 你应该晓得你该怎么办 所以他就一刀就刺上去 就把当时的皇帝给杀死了 我们也讲到司马昭看到这个情形 一听到这个消息 嚇得倒了地上 司马昭的俗父太父司马福 跑过去把过世的皇帝抱到漆上 哭着说是我们不对啊 是我们把你杀掉 那我们在上次也稍微谈了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情形 到后来这个司马昭就问陈泰说我该怎么办 陈泰说这有一个方法 把贾聪杀掉 司马昭说不行 你再想一个另外一个方法 陈泰说我如果要再想 那就更进一步了 更进一步是什么意思 就不是杀贾聪了 要杀谁啊 要杀你了 对不对 当然就到此为止 好 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贾聪 我们现在再来讲一下贾聪这个人 贾聪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我们来看一下 司马炎就是晋武帝 对贾聪非常信任 其中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司马昭当时要立谁 做太子 立他哥哥的儿子 司马斯的儿子呢 还是立自己的儿子 司马斯的儿子 齐王悠很不错 各方面都是条件非常的好 怎么想 那应该是让哥哥的儿子来 来来当太子 然后再进一步 这个比较符合大家的意见吧 可是人总是自私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贾聪就在旁边跟他讲 立你自己的儿子 立司马炎 那后来司马炎就 记立司马炎就篡位 所以司马炎总是心中记得 有一个人帮了我很大的忙 这个人是贾聪 另外我们看史书上看到 贾聪有刀笔材 什么叫刀笔材 贾聪办公文办得非常好 贾聪的办事能力非常强 贾聪写出来的这些文件非常漂亮 因为这样子司马炎就跟贾聪讲 这个刑律这个律令行之已久 有相当的问题 所以你能不能帮我改定刑律 贾聪就把这个任务接过来了 重新拟定新的法律 得到法律拟定出来之后 大家一看非常的不错 相当的满意 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心律定得好啊 这个是贾聪的定心律 当然贾聪就深受司马炎 也当时应该叫做靖武帝的重用 可是贾聪他在朝廷里面 什么都是听靖武帝的 而且呢他的那种很惨媚的很阿裕的样子 以及他身旁的那些人跟他同样的那种的风格 让朝廷里面的有一些很正直的大臣 看得很不顺眼 所以这些的大臣呢就借一个机会 要整假从什么事情呢 所以我们要看得到这个人 素机能在关中 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们在其他的资料里面 也会碰到这个人 所以我们就稍微谈一下 素机能 素机能是一个第一人 第一族的首领 在关中 他的力量越来越大 朝廷越来越控制不住他了 所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靖武帝就问这些大臣该怎么办 大臣说你要找一个能力很强 用最信任的人来去处理 这样才能够把事情平复 靖武帝就对 能力很强 谁很强 甲冲很强 你最信任谁 甲冲 然后靖武帝说 对对对 派甲冲去 甲冲身旁的人就跟他讲 你不能去啊老大 你去了的话 我们这些人撑不住啊 朝廷里面的权势就会被他们给掌握 想想也对啊 那怎么办呢 有一个方法 太子还没有定期 这样子 你的女儿也长大了 把你女儿送去做太子妃 这样子的话 你要办很多的事情 你就可以不要去了 所以就 结果呢 就因为这件事情呢 甲冲就没有去 好 我们现在回头再来讲一下 素肌能的乱世 怎么平定的 金武帝很伤脑筋 谁能够帮我平定素肌能的乱世啊 有一个人讲 这个叫马龙 说我可以 所以你真的可以吗 我可以 但是有条件 什么条件 第一个人要我自己找 第二个武器要我自己跳 不能你派人给我 你给我武器 那这样没用了 这个小事情 没问题 你自己挑人 你自己选武器 去了之后 音讯全无 大家都说 一定是被素肌能给吃掉了 全部被打垮了 后来消息传来 说他已经把素肌能的乱世平定 两件在通鉴里面记载 而我们没有选路的 我稍微讲一下 一件事情 这个叫马龙的这个人 他把他的所有的车子 外面都用瘦皮包好 然后呢 就这样子就供进去 为什么 因为把瘦皮包好了以后呢 那一个山谷里面的磁铁 就不会把他的车子吸住了 关于这个记载 北宋编写通鉴的这些人 觉得哪有这种事情 甚不可信 所以呢 我就不加以 我们就不记载 但是到了南宋 做南宋后期 宋元之记 替芝芝通鉴写住的是谁啊 是谁啊 很重要的人啊 胡三行 胡三行说 把车子用瘦皮包好 避免铁被磁尸所吸 是有这个道理的 是应该是对的 大家觉得 胡三行讲的对 还是通鉴编写的那一些 参与考议工作人 你觉得哪 知识总是进步的嘛 对不对 所以到了南宋的时候的强法 就比北宋要更丰富了 第二件 马龙怎么能够打赢的 有一个记载 所以马龙用的是八正图的兵法 八正图是谁发明的 诸葛亮 用的是诸葛亮的兵法 所以呢 马龙才能够把苏金仑打败 当时苏金仑在关中的时候势力很大 有很多人一看 哦 这里动乱了 就要走 其中有一个姓李的人 他带了一群人走 这一群人呢 那么后来到了四川 他建立了一个格据的政权 那么这个姓李的是什么人呢 那么大家说他是八笛八笛 八笛八笛不是英文 八是八属的八 笛是笛书的笛 所以他是笛人 后来就有人说他不可能是笛人 为什么 因为他被苏金仑赶走 苏金仑是笛人 所以这个李家绝不可能是笛人 李家是什么人 李家是中人 是中人 是另外一种 进入四川的李家 李特李雄他们李家 是这个中人 因为苏金仑在关中的乱世 我们在后面也可以读到 所以呢 我们这边就做一个解释 好 下面我要讲一件事 就是这个贾聪啊 贾聪原来娶的太太 是李峰的女儿 李峰是何人呢 李峰他的好朋友就是夏侯璇 夏侯璇后来被杀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李峰夏侯璇还有徐玲他们 他们就是跟原来在位的朝方 他们是经常接触的 所以司马是很不满意 所以就把朝方废了 把李峰夏侯璇这些都杀了 李峰当时是颇有名气 有一次 有一次 吴国的使者来 到了朝廷 他们就问 我们中原呢 我们中原呢 人物相当的不少 你们在南方 这个听到名声最响的是谁 我们中原人在你们南方 名声最大的是谁 那个司者讲 我们都知道李峰 李峰的文章取得真好 李峰的学文真好 就是这个人 我们现在讲李峰 李峰跟贾冲什么关系呢 李峰的女儿嫁给贾冲 后来李峰出事了 规定 李峰 离婚 隔了一段时间 已经过了这个法律的那个期间了 就说好李峰的女儿没事了 皇帝就讲说特准 应该这样讲 这个出事之后呢 当然 贾冲就另外娶了一个太太 这个太太姓郭 郭夫人 郭怀 后来这个事情过了 这个李峰的女儿 可以恢复到 平常一般人的时候的 皇帝特别说 贾冲你可以娶两个太太 贾冲说 对不起我不敢 我不要我就一个好我不敢 为什么不敢 因为这个姓郭的郭夫人很凶 他不敢 凶到后来 贾冲无后 这个郭太太没生儿子 他也不敢跟别人生儿子 贾冲无后 后来呢 这个李峰跟 郭 对不起 贾冲跟李峰生的女儿 就跑来讲 说 我妈现在已经恢复到 一般的身份了 所以 爸你还是去跟她来往 贾冲不敢 这个时候 郭夫人就说 我哪一天要去看一看 这个李峰的女儿 贾冲说 我跟你说 你不要去 说我就要去 我跟你说你不要去 他说我为什么不要去 你当时修法律的时候 我是最主要的助手 我连法律我都可以修 我凭什么不要去 贾冲说我只是告诉你不要去 就她去了 一去 一看到 一看到这位李峰的女儿 她突然脚就软了 就跪下来了 为什么 为什么她突然腿就软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大家想想看为什么 为什么 那个历史家在讲故事讲得过头了 是不是 我这个不是在什么 什么演绎小说 这个在正史里面 甲冲传的 禁书甲冲传里面的 为什么 因为她看到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是什么样子 恐无有力是不是 还是满脸杀气 当然不是嘛 她看到一个女孩 第一个 怎么这么漂亮 第二个 怎么这么有气质 第三个 怎么这么样子一个境界 好像不是我所有看过的人 所以两个腿就软了 就跪下去了 回来之后 当然就非常的郁闷 甲冲就讲 跟你说不要去嘛 这个是我们对于甲冲的介绍 甲冲整体来讲 他是深受晋五帝的宠信 他在晋五帝的身旁 也是尽量的巴结 所以他的事情 是办得不错 可是他好像也没有什么 很重要的贡献 也没留给人们很 钦佩的印象 好 现在大家来做一个选择题 这个选择题呢 本来我想是要来做点名 但是一开始就点名 好像有点不太好 所以点名到以后了 选择题 你认为甲冲是一个怎样的人 A B C D A 最大恶极 B 卑鄙小人 C 无财无德 D 有财无德 你是选哪一个 D 有财无德 你呢 D 有财无德 你呢 D 为什么不选卑鄙小人 司马光讲 无财无德是愚人 有财有德是圣人 财胜于德是小人 德胜于财是君子 我们在第一节课讲过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说朱子说 他的话是不通的 总结在逻辑上有问题 所以呢 我们就说 他是一个小人 但他是不是一个卑鄙的小人 他不是 你想到一个卑鄙小人 就是那种专门拍马屁 专门讲一些很恶心的话 可是一点能力都没有的 那个就是卑鄙小人 对不对 可是甲冲他是有能力的人 他会办事情 他会修法律 对不对 所以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好 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的作业了 假是亏连韩怨少 下面一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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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是亏连韩怨少 不晓得 有没有哪位同学知道 中文系 中文系的同学 赶快出来展示你的力量 好 福飞留政 未亡财 春心莫共 花针发 一寸香诗 一寸灰 谁的诗 李商隐 对你刚刚讲李商隐 李商隐的诗 好我们就来看看 我好像忘了讲 我们怎么样来做作业了 对不对 作业比如说 我们是希望上课前 你要把你的作业上传到平台 那么我们就晓得 哦 你做了作业了 改不改 不改 什么时候改 现在改 现在我们来 大家来讨论 这个作业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 该如何解答 你说如果我不上传的话 会怎么样 不上传的话 影响到你的总分 不会影响到很少 我们过去的去年的我们的方法是 你如果不上传 就表示你没做作业 你没做作业的话 一次扣0.5分 0.5分 太小意思 对不对 但是呢 我还是觉得大家就做一个作业吧 这个作业的目的是说 你读一读 然后脑筋想一想 如此而已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从《禁书甲冲传》里面 选了一段文字 就是李商隐所说的 假是亏连韩元少 的这个典故 韩蜜 他的母亲是叫做贾武 是贾葱的小女儿 他的父亲叫韩寿 这里面就讲韩寿的事情 贾葱他有一些鸟鼠 他有时候把鸟鼠约到家里面来 大家吃个饭 谈一谈 他的女儿 小女儿 就在青枣中盔植 用那个石头边的脸子 看到一个是他 我以前在他家做过 他是我以前的主人 那好 你跟我去传达一下 然后他就跑去了 跟韩寿讲 说我们家的小姐 长得好漂亮 比不上的漂亮 她看过你 她也很喜欢你 那韩寿说是真的吗 好 我们想个办法联络一下 后来就联络了 家里面人通通不知道 就联络了 联络上了 可是呢 其他有人跟贾葱讲 说韩寿 他身上有一种 特别特别高级的香水 好香得不得了 贾葱去想到说 这个是皇帝赏识给两个人 其中一个给我 怎么会到他身上 对不对 而且呢 我看到过女儿 女儿跟以前不一样了 女儿以前郁郁寡欢 好像一些人生无畏的样子 现在呢 非常猖快 时时看到笑脸 时时看到愉快的心情 这个一定有问题 所以呢 好 我们去查一查看 查一查 就一查就发现 东北角有个地方 有个缺口 原来韩寿呢 非但是说 长得帅 而且还是运动尖僵 是不是 一跳就从那个墙那边 就跳过来 所以他们就可以拿到他的香 这个香 查在身上 好 我们看的是 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要问大家 这段文字中 你认为最为关键的 应该是哪几个字 美之貌善容子 这个是讲韩寿的 光丽艳逸端美绝伦 这个是讲小姐的 绝起女乐唱异于常日 这是讲老爸的 唯东北角有狐狸心处 这是讲护怨的 你们觉得是哪一个 C 第一个 美之 这个 绝起女唱乐异于常日 你同意吗 你不同意 你同意 有没有不同意的 就说我们读这段文字 我们读这段文字里面 有一个是最关键要的 这一个是关键 前前后后由他联系起来 是不是这句啊 如果是这句的话 那我就要问 为什么是这句 为什么是这句 随便讲 随便说 就是 假冲发现 那个韩寿的存在 因为这句话 发现了韩寿的存在 嗯 我觉得这个 然后好像侦探小说 要当女儿的关系 要当女儿的关系 你要不要讲一下 因为这个是甲虫传 因为这个是甲虫传 所以应该照来讲 甲虫传是最重要的 哦 因为是甲虫传 所以甲虫的话最重要 比她的女儿 比她的那个 甲虫 比她的家里面的管家 都重要 是不是 你同意她的家吗 同意啊 同意啊 好 同意的话 我们到时候 把最后一题来考虑 来再问你们 那 文中说 从密之 睡衣女 七寿 那 为什么要密之 最后为什么 又把女儿嫁给了韩寿 为什么 为什么要说 这个事情不要喘 不要喘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丑闻 因为这是丑闻 丑闻 我觉得是蛮好的 丑闻 为什么是丑闻 因为就是她女儿和别人偷情 她女儿跟别人偷情 所以是丑闻 我觉得这个讲的也很好 但是呢 当时是确实是丑闻 当时如果是美闻的话 应该是怎么样 美闻 美闻 美闻当然是相对丑闻来讲 就是说 当时一般的男女的交往 一般的定亲 一般的婚姻 大概是怎么一个过程 他显然不是这个过程 当时大概是这么过程 没说之言 对不对 介绍 对不对 再怎么样 这个不是 这个是好像有点自由恋爱的味道 在当时就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你刚刚讲的丑闻 我觉得很好 但是后来为什么 这个甲冲没有生气 甲冲也说 蛤 嫁给他好了 为什么 不知道 我们要想 如果我们是甲冲的话 这么一个人 你喜欢不喜欢做你的女婿 要问男生 你喜欢不喜欢 你怎么样 你这个什么意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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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馬虎虎是不是 可有可无 你觉得呢 韩瑟做你的女婿 你要吗 你说我不是甲冲 嗯 对不对 想想看 哪位同学 哪位哪位同学 你要不要讲一下 可以啊 可以啊 我觉得甲冲还可以 是不是 不是 觉得韩寿还可以 对 嗯 嗯 你讲讲看 你觉得韩寿可以的话 他的可以的条件在哪 可能他运动能力很好 运动能力很好 好 好 那我们再问一下女同学 从女同学的眼光来看 那这个甲冲 那这个甲冲 对不对 是一个帅哥嘛 对不对 女儿嫁给一个帅哥 是不是 再加上体格健壮 还有他是我身旁的了俗 对不对 我对于这些身旁的人 我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那这个人不管是能力 不管是品德 各方面都不错 那我没有反对的理由 那所以就同意 好 第三题 这段文字主要描述是什么 禁书是观修正史 修禁书写禁书的人 都是唐朝的大官 那他们写的 那为什么会记载这个丑文 那你讲的 哪位同学发表意见 就是出现人物的特性 要出现人物的特性 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这段文字主要描述的是什么 主要描述的是什么 一个偷情 然后修成正果的故事 从偷情修成正果的故事 这个当然也讲得很好 其实我们简单来讲 他讲的是一个爱情 但这个爱情是 是那个时代里面 必须这样偷偷摸摸的 对不对 就是一个爱情故事 这个爱情故事从偷情开始 到了最后呢 这个结局非常的圆满 我们说另外一方面 你想想看 唐朝那些大官 那些人修历史 他为什么要把这一段写进去 为什么 因为有修成正果 因为有修成正果 因为这个结局很圆满 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 他记在甲冲段里面 所以这个故事的主角是甲冲 那他用很多其他人的故事 来襯托甲冲这个人的聪明 还有观察病 还有他那个判断力很果决 还有想法跟当时的人 其实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所以看得出他是一个 与众不同的人 我觉得讲得很好 就是说这个传组是甲冲 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 可以把甲冲很多的 很细微的面向呈现出来 这个讲得很好 其实我们这位同学想的 已经比我很细了 我想得很粗 我想得很简单 就是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爱情故事 对不对 这个爱情其实是 每一个人所经历的过程中 都会碰到的事情 既然有这么一个又美好 同时又有一些奇妙 对不对 又有一些故事性 所以呢 把这个爱情也写在历史中 那这个就是唐朝人的风格 唐朝人的风格 唐朝人的风格 好 我们看下面一题 下面一题是 禁五帝 贤宁五年 两百七十九年 南禅于胡初泉 以他的哥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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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尔子 和尔子鲍作为左贤王 那么 到了 魏武帝 分匈奴为五部 魏武帝是谁啊 魏武帝 曹操 那么 这个 鲍就是左部帅 鲍的儿子 叫做渊 渊小时候就很聪明 然后呢 他又跟了一些很有名的老师读书 书就读得很好 他就觉得说 以前你看汉朝的时候 有一些人会打仗的就没有学问 有学问的就没有武功 所以呢 这个实在是遗憾 所以呢 他除了读书之外呢 他还学武士 那 后来长大了之后呢 很不错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在洛阳 为什么在洛阳 他当任职 任职是什么 当仁职 当仁职 代表他们这个部族 被押在洛阳 王魂 他的儿子王继 就看到了这个胡人 看到这个匈奴人 嗯 学问也不错 身体也很壮健 各方面条件都好 就觉得很不错 就向晋武帝推荐 晋武帝就把他找来 跟他谈一谈 嗯 也觉得相当不错 很满意 很高兴 嗯 嗯 嗯 王继就跟晋武帝讲了 说你看 这个刘渊 嗯 才奸文武 如果说 东南的事情 你教他去办 他可以办得成啊 东南的事情是什么事情 平定武国 平定武国 嗯 嗯 那么马上就有些人就 提出反对意见 反对意见的理由 非我族类 其心必义 他不是汉人 这种人 我们不能够信任 啊 他真的是很有能力 真的是条件很好 但是千万不要重用他 梁州覆没 梁州覆没什么事情呢 就是树姬能的事件 这个帝问将军与李宪说 怎么办呢 这李宪说 哎 你就派刘渊去就行了 那刘渊去了之后呢 树姬能的事情很快就能够平定 孔雄就说 那刘渊去绝对可以打败树姬能 但是梁州这个地方的麻烦 比树姬能在还要深远啊 那所以靖武帝就停了 再讲到另外一个人 这是这个人是一个汉人 叫做王弥 王弥家里面出生不错的 那世世代的都做大官 王弥也有学问 王弥也有武术 那那么当时有个外号叫非暴 那这个有一个人叫做陈刘董仰 陈刘董仰在通鉴里面好几次出现 那可以看出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 非常有事件的人 那什么事情 他看的都比较深远 那所以呢这个董仰就跟王弥说 你这个人啊就是好乱乐火 那天下越乱 天下越这个这个越不平静 你觉得机会就越多 那如果天下真的乱了 你就不会循规道举的去做一个朝廷的官员 意思就是说 你一定会找了好机会来发展自己的势力 所以胡柱就是胡参醒 胡参醒说他就要做贼了 那刘渊跟王弥很好 他跟王弥讲说 王弥离离这些人都是我的同乡 他们呢都到处讲我不错 到处都讲我能力很好 我的各方面很不错 可是我每听到他跟别人说我不错 我心里面就紧张 那他这么讲我心里面就好觉得恐惧 讲讲讲就哭了起来 齐王游 齐王游就是司马司的儿子 听到了之后就跟金武帝讲 你应该早一点把刘渊除掉 如果你不除刘渊 这个地方将来就麻烦 这个金武帝说 来让我想想看 那王弥就讲了 现在大晋 晋朝我们对于这些不同种族的人 对于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我们要尽量的容忍 容纳 我们要尽量的尊重 这样才好 把人家当仁直就把人家杀了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金武帝说 讲的有道理 讲的有道理 那后来他的父亲过世了 他就离开洛阳 回到他们的南雄奴的居地去了 胡桑醒就说 柳元的事情从这儿开始 好 我们读这一段通鉴的记载 我们来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依据这段文字 可以知道金武帝是怎样的一个皇帝 四个选项 A 混庸无能 B 名礼有容 C 枉制尊大 D 谨小胜微 所以 我们觉得这个选项之间的距离 都蛮遥远的 对不对 所以 你是选哪一个 A B C D哪一个 其实我字很清楚 那我想选D好了 D 谨小胜微 你同意吗 我选B 我选B 你选B 那B是名礼有容 就是什么事情 他很清楚 而且呢 他心胸蛮开阔的 你同意吗 不同意 你选哪一个 A 昏庸无能 我觉得每一个都有可能 但是你要提出你的证据 对不对 从文本里面打出证据 你认为靖无帝会用无能吗 我选D 你选D 谨小胜微 什么事情就是啪啪的 是这样吗 你选D吧 你选B 名礼有容 你呢 D 谨小胜微 你呢 B 名礼有容 B 名礼有容 其实我是比较觉得 我自己读这个 我是觉得他是名礼有容 他别人的讲话 他都能够说 你这个讲话有道理 你这个讲话有道理 他能够听 但是呢 他也不很偏狭 也不是很那种猜忌 那么王魂讲说 你现在 现在应该有一个大的度量 容纳不同的人 这样才能够显示出 朝廷好的风范 我赞成 那 所以那种说 把他杀掉 那种意见 他就不采纳 第二 王魂王继 都是明氏 明氏 不是普通人 明氏 第一个 他们是世家子弟 第二个 他们都有很好的学养 第三个 他们都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出人头地 他们的激烈竞争是什么呢 当然不是 大学入学考试 不是 那他们的激烈的竞争是什么 他们的激烈竞争就是比聪明 比看谁聪明 所以像王魂王继 都是在激烈竞争中出人头地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们有好的家事 他们有好的学养 同时 他们也是非常聪明的人物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看中刘渊 推荐给刘渊 对不起 推荐给靖武帝 而刘渊把靖武帝找来跟他一谈 很满意 怎么解释 怎么解释 第一个 他们为什么会把刘渊推荐给武帝 因为刘渊薄习今时 然后还 刘渊薄习今时 然后他还坚学武士 所以他文武双全 王武双全 文武双全 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好 也就是说 在王魂王继的性物中 刘渊是一个 条件非常好的人 文武双全 文武双全 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好 另外 除了文武双全之外 我们从靖武帝把他找来 跟他一谈 就很高兴 靖武帝当然知道他文武双全 所以靖武帝的高兴是在哪里 我们要去想象 靖武帝跟他谈话 谈话的内容 不是很重要 但是谈话留给靖武帝的印象是什么 留给靖武帝的印象 其实这个人思虑非常敏锐 这个人分析非常严谨 这个人见解甚为远道 这个人应对十分得体 所以很高兴 很高兴 所以我们从这段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刘渊 刘渊是一个在当时是受很多人瞩目的人物 不只是他是一个匈奴人